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有傳媒指出 新鴻基地產的執行董事 廣東省政協國基輝 即是國炳剛之子 提出了一個建議 要將來香港的單程證明額削減一半 誰不知今天馬上被林鄭打臉 否決了 在大陸幹部都未出聲之際 林鄭馬上出來擋架 都可以說是皇帝不急 太監急 到底國基輝委員在廣東省政協 十二屆三次會議上 提出了甚麼建議 我們現在逐一去看看 國委員跟大陸的與會人員提交了報告 首先建議 將每日離港的單程證明額的上限 由150人削減一半至75人 新鴻基發言人回覆時 提出 這個提案建基於過去的三年期間 單程證的配額平均只用了七成八 在香港各種各樣資源都是緊絕的情況下 相信 暫時減少單程證的名額 能夠舒緩社會的壓力 此外還能夠緩和中港兩地的磨擦 而類似的建議 過去亦有不少人士 包括全國人大代表 都多次提及 實請這個建議 說得非常好 縱然政協 都是留於一個口水會的形式 但起碼他敢說 就好過不說 這個實請 亦是香港人的主流民意 一定是要檢討這個政策 不能讓他每日都百多名額 用不用盡 就好像是看他 他喜歡批百五人就百五人 一百人就一百人 那你有什麼自主權呢 郭委員同時有其他的建議 包括 在大灣區等候單程證離港 團聚的家庭 廣東省政府就可以採取一些積極的措施 包括提升他們的生活條件 以及居住環境等等 鼓勵香港的親人 去大灣區和家人團聚 這個真的說得非常好 其他的我不說了 反正這個建議 正正就是所謂大灣區的融合 他提出了一個反方向 家庭團聚沒有問題 確實是基本人權 但是不一定來香港特別行政區 反去大灣區 既然特區政府三西五寧 或者大灣區 是好東西 人間仙境 九加二萬歲 口口聲聲 就說香港即將被大陸邊緣化 踩到變齒餅 何必來香港 現在正對 郭委員這個建議 提出一個反方向 就是去大陸 去大灣區 那裏團聚 這個也是基本人權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建議 怎麽不知 當有記者 拿著這些建議 去向林鄭提問的時候 林鄭就馬上向 郭委員打臉 就說政府 是不會考慮削減 單情證的名額 我們一起看看到底林鄭說些甚麼 她怎樣來辯駁 她就說 社會 間中也有些人 提出改革單情證的制度 政府在這個問題上 必須反覆強調 絕大部分透過單情證 移居香港的人 都是為了家庭 團聚的目的 而讓那些跨境家庭一起生活 某程度上是屬於人權和自由 社會是必須要尊重的 我相信社會上沒有人會不尊重家庭團聚的權利 沒有人會喜歡拆散別人的家庭 故此三番四次說這個所謂家庭團聚 其實就是偽命題 不過 到底那些人應該在哪裏進行家庭團聚的行為 就值得相確 到底是應該在香港還是在大陸 家庭團聚就不是大了 如果個個都說家庭團聚全世界去了美國定居 你要有一個機制來審批這些人才行 你是沒有的 原來大陸欺騙你吃甚麼你就要硬吃 這樣也算是一個機制嗎 這樣也不需要改革難度 還有一件事就是 特區政府經常鼓勵那些青年 當他們畢業以後就不用留在香港做事 就應該去哪裏 回去大灣區尋找機遇 大把商機 大把工作機會 說得好像遍地黃金任執 不去笨實 那為何那班人不去大灣區團聚 九加二 好東西 這麼大的福地 你回去吧 再加上目前來說 中港的交通 頻繁 便利 快捷 又高鐵 又港珠澳 將整個九加二大灣區連繫起來 還需要有一個硬性的必要 在香港進行家庭團聚 林鄭又說到另一件事 現行的單程證名額是由內地機關按住政策和實際需要作出審批 而在過去兩年有關部門 亦沒有用盡到每日150個名額 目的就是為了不要造成有太多人 利用單程證這個制度來香港定居的情況 首先他說出大陸按住需要審批 是對的 事實上香港是硬吃的 大陸批甚麼人給你 你完全沒有一個駁回的權利 你只能夠接收他來香港 發身份證給他 這件事是不是正正需要改革 對不對 還有的就是 到底你特區政府在這個單程證的議題上 你有多活躍這個角色 根據基本法第22條第4款 那裏寫得很清楚 中國其他地區的人 進入特區是需要辦理批准手續 其中進入香港特區定居的人數 就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的部門 徵求特區政府的意見之後確定的 我真的想問一下 自從1997年7月1日以來 中央人民政府有沒有向過特區政府徵求意見 關於這個單程證的制度 有還是沒有 如果是有的話 究竟上一次是甚麼時候 而你特區政府提交了甚麼意見給中央政府 你可不可以向市民解釋一下 你是不是贊同這個850人名額的制度 好了 如果是你有這樣做的時候 你有沒有修改過這個意見 是不是 如果是從來根本上沒有徵求你的意見 那你下一次甚麼時候會提交新的意見 給中央人民政府 是不是 到底有沒有一個行償的溝通機制 就住這個 居港權的問題 有還是沒有 還是根本上是原來22條第四款寫的 說徵求你的意見 其實根本上是他全部拍板的 根本都不需要理睬你的 是不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向市民交代 還是這個基本法是亂寫的 隨便 那你就違反法治了 你不要經常說市民違反法治 到底你有沒有按住基本法來辦事 你有沒有按住要求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意見 要不你就走出來說 其實中央人民政府從來都沒有徵求過我們的意見 你夠膽出來這樣說 或者你出來交代 到底你有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甚麼意見 有還是沒有 是不是這麼簡單 22條第四款寫得很清楚 就算你說 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你的政策也好 你也有個角色在那 你是要提供意見的 你有沒有提供過 你有沒有進到你的憲制責任為香港人捍衛這個利益 有還是沒有 林鄭 不要說謊 你現在還衰革到走出來跟別人說 根本上是 現在的政府不會考慮這些東西的 你有沒有徵求過香港人的意見 有沒有諮詢過 真的不需要改人 你是不是傻的 那麼多的意見 自從2012年提出的所謂本地優先以來 都很多人是三分四次提出過 說這個150人的名額是要改變的 還有一件事 你就說到 現在的150人名額根本上是用不進的 當然是用不進的 早就通過其他方法來到香港定居 你不要當香港人是白癡才行 根據2018年的數字 已經是有24999人 在一年之內 通過一些其他計劃 包括是優秀人才計劃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等等 非單程證的途徑來 申請來港定居 而且是獲批的 全部都是大陸人 24999人 所以根本上每天 百五人名額用不完 原來有些人根本是在其他途徑下來了 你有沒有跟市民交代 有什麼途徑呢 比如說優秀人才計劃 2018年 批了504人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13768人 大陸的畢業生 留港就業 9206人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15人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1506人 原來是這麼多計劃的 你有沒有向市民說 只是提單程證 現在不是削了單程證 那麼簡單 但是這裡還有很多入境的計劃和政策 原來是 一年是有多少人啊 這些完全不提 只是說現在用不進了 那些名額就已經 曬氣 你有沒有交代 整個事實的全貌 你就說單程證少了人 其他那些有沒有說 沒有啊 是不是 還有 他最後就說到 如果現階段改革單程證這個制度 就會帶出一些訊息 令人覺得現時社會出現的問題和現象 就是源於單程證的制度 他就說 現階段改革單程證的制度 不是政府考慮中的方案 就是向國基輝委員打臉 我想問 如果你覺得這個單程證的問題 真的沒有帶出任何社會的問題 你就真是自欺欺人了 是不是 至少來說 因為他批什麼人給你 你特區政府都要硬吃的時候 你就在房屋 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的政策方面 很難作出一個完善的預算和規劃 是不是 他每次都批人給你 多人又不知道 少人又不知道 那你那個房屋、公屋 就是申請的輪候策 永遠都是這麼多人 一天就已經有這麼多人來排隊了 是不是 每個人都下來就申請公屋 那你怎麼預算呢 還有醫療那方面 他批什麼人給你 你就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你醫院藏外的時候 當然不夠了 是不是 每天都這麼多人下來 還有教育制度又怎麼樣了 你已經沒有了雙非 就好很多了 是不是 只不過你還是要預算的 在這方面 都會影響到你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他批什麼人 什麼稅數人給你 是不是 然後你就一句說 不要讓人覺得現在社會出現的問題和現象 是源於單程證制度 就想推躺過去 就不再去檢視這個單程證的制度 根本上這些才是迴避問題的表現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